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时机不对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融洽 造成其原法未能成熟 总之 由于机遇不合而无法一时达到其目的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 加上各种事物性的工作的干扰 他对这件本来想及时得到的东西或者本事 就慢慢淡漠下来 不再去求索了 甚至于到最后 他就渐渐地把它忘掉了 这是人的思维自然疲劳现象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都是这样存在世界上的 而不只是某一两个人 因此 正是基于此点 一旦在发现了我们想要取得的东西以后 如果不抓紧时机 及时努力争取拿到手的话 那么时间一久 慢慢地我们想要得的东西 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想要学的本领 也就永远学不到了 甚至遗害终生的可能都存在 所以在这里 云高大师就告诉我们 对任何值得去追求和争取的事情 无论是发现了珍贵的东西 还是希望学习某种本事或技能 都应该及时抓住时机 努力将其争取到手 而不要堕入人之共性 得到十九弹只这个结果 不知不知不知的